從三國台湾無法丟臉 三國台湾無法丟臉 可愛的學生小孩 心想請到代表客家文化的花菩薩 搭配到好看的表演 唱到經典的客家歌曲 但是這不是中了 也不是在各省的客家爭頭 也是第三國省的學生 正在練習客家歌曲表演 永遠 永遠 雖然第三國省 並不是客家文化重點發展的好好 但一陣參加第七次 全國國省客家歌曲表演比賽 競爭得到 由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去好好的比賽冠軍 這麼結束的表現 最佳是學生的認真認識 另外就要整講 讓客家一個指導老師五三分 他的用心教導 因為我自己是客家 客家女生 對 那這樣的機會 其實讓我很開心 竹山地區 是非重點學校 這裡頭家人是客家人的 你會講 客家話的請舉手 好 幾乎是很少的 對 但是他們學習起來 因為是第一 很認真 然後他們是其實是聰明的認真 學起來是非常容易 對 我們發現小朋友在這個學習過程裡面 得到了很多的啟發 尤其他們在自信心的建立方面 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在中區出賽當天 我們是抱著一個快樂跟觀摩的一個心情去參賽 結果呢 竟然讓我們得到了第幾名 第幾名 對 有這麼好的成績呢 給我們有很大的一個鼓舞的力量 雖然客家的意見跟文化 不是第三個秀學生的原本是四個 但是透過參加比賽的過程 讓這些學生會等級獲得一種意見 以及了解客家文化的內涵 這些學生都感覺很開心也很有意義 練習的時候 大家都很努力 然後都很開心 開始出去比賽 然後很有成就感 客家精神 其實我高興的是 我們在多元社會中 我們多學了一種語言 因為我們這裡不是客家 讓他們多接觸 那對於 就像我們台灣 不管是閩南語客家人 大家應該生活在一起非常的愉快 要融合在一起 這項優秀的學生小孩 也將會代表中台灣館妻 來參加全國國秀 客家歌唱表演的中國賽 第三國秀的蘇生 都已經有信心標示 一定會當台南道館 又破壞一種種種 記得見粉絲 採訪無度